这个女孩有点转 她面带怒气 眼色很慌 他将两代食人鱼放进游泳池 游泳池里爱很骗 全新美剧星期三亚当斯 即将在Netflix上线 全剧拱发集 导演是已经三年没有推出新剧的地名伯顿 官方目前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充满了哥特式审美 以及蒂姆波顿时的恶趣味 其仙道一照片 居然是一只盾手 用大手鱼的方式以关注并化 本剧是1991年的经典电影 亚当斯一家的衍生剧 女主角是大女儿星期三 纪念已经53岁的凯瑟琳泽大琼斯 实验星期三的妈妈 不过妈妈在剧中的年纪已经超过了1000岁 当然此剧最大的看点 还是一代鬼才导演蒂姆波顿 竟然亲自下场知道一个电视剧 Netflix真是太有号召力了 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亚当斯庄园里住着亚当斯一家 爸爸是一个亿万富翁 妈妈是一个千年僵尸 家里还养了宠物 一只断手 星期三生活在这样一个古怪的大家庭里 他的名字为什么叫星期三 来自于一个美国统谣 星期一的孩子有一张美丽的脸 星期二的孩子很有优雅 星期三的孩子充满瘾伤 星期三天生一张眼视脸 黑眼圈 黑头发 地眼珠 就连白的面积都很大 眼神剧讲述了星期三亚当斯 在Nevermore学院求学期间的故事 据说充满侦探和超次岸元素 官方泄露的剧情是 星期三试图掌握自己的通灵能力 并挫败了一场 让小镇陷入恐慌的残酷 沙烏黄潮 与此同时 他正在学习家喻 测纵复杂的运气关系 按照乌鸦的推测 是一个包含悬疑 血腥 搞笑 诡异元素的青春成长故事 从目前官方曝光的信息来看 这座考究 更像精美 充满蒂姆波顿所擅长的黑暗歌特风 是今年秋季值得期待的一个剧集 看样子 内地影见识不可拿的了 大家还是准备我们 见吧